我就是想天天纏着他 我就想跟他在一起 我对他心一直没变呀 我虽然没有给他买东西 但是我不管什么节目 我还是总是在陪着他呀 我觉得他越来越物质 明白了 男生觉得你变了 女生说 我就想跟你腻在一起 有错吗 是这意思吧 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妹妹 你整个 他就是不在乎我嘛 你好会撒娇啊 你平时在修飞机的时候 也会这样吗 那不会啊 那我只会对他撒娇嘛 对他撒娇哈 那个男孩 他这个撒娇 每次在你身上表现的时候 你很享受吗 我觉得他有时候撒娇 还是挺可爱的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烦 那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 你觉得这个女孩 身上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她之前就比较单纯 比较善良 然后一直在照顾我 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 最不能忍受他的是哪个 就是他现在总是拿我和别人男朋友比 妹妹 你到底有几个男朋友啊 就他一个呀 你之前有几个 就他一个呀 这是初恋的 对呀 你也是初恋吧 我之前也有喜欢 但是没有在一起 说话真直 妹妹 我替男孩说两句话 男人最怕被比较 尤其是被别人家 隔壁家的男朋友做比较 这是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的 我就希望通过比较 他能对我更好一点 你那个不是比较 你那个是多多逼人哪 你会把他逼疯的 你的确是在这方面 你不要太强势了 那另一方面 我要跟男孩说一下女孩 多好的一个姑娘 对吧 你也知道她想要什么 那偶尔你爱她的话 你就满足她一次 迎合她一次 又怎么样呢 拿出时间陪陪她 不要一张扑克脸 对不对 因为毕竟你们有三年的基础 而且当初也是你追的人家 对不对 追到手了 这么可爱 又这么会撒娇 我告诉你 分享一个我的经历 看女人啊 什么最重要 性格最重要 因为她的外在的 都会随着时间的改变 而不断地去变化 但是她的性格 如果吸引你 那个会让你一辈子快乐的 如果你认可这个女孩 就继续跟她在一起 如果不认可 也只是在她性格上 找一些问题 好吗 不要在别的地方 这点不同的一点 你刚才说你有过 曾经有过喜欢的一个女孩 对吧 对 她的样子跟她一样吗 不一样 她是什么样子 她就是高中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 比较喜欢她 她什么样子 就跟她不一样 脸比较圆 个子也稍微高高的 也比较喜欢学习 那个女孩 理你吗 也理我 但是没有她 对我这么上心 你追求过那女孩吗 我跟她说过 我喜欢她 但是 但是她拒绝了是吗 她没有拒绝 然后告好之后 就不再联系了 你现在还在想那个女孩吗 不再想她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她了 你爱她吗 爱她 有几点让我 你对她的这种爱 第一 当一个追求的男同事 可以跟她去单独的 看电影的时候 你没有什么感觉 当然你是一个很 木讷的男人 但是呢 坠入到爱河当中 再木讷的男人 她也会被融化 她也会有畸形出来 因为那叫情不自禁 但是很遗憾 我在你和她的相处模式当中 并没有看到 很难想象 任何一个男人 虽然对另一半放心 但是那种不舒服 一定是会有的 你没有 这个女孩想跟你在一起 想一起 过日子的那种感觉 你不要 甚至于当这个女孩主动的 把东西都搬过来的时候 你没有惊喜 而是惊吓 过了一阵 你又把东西搬走了 很难解释说 深深的爱对方的 这么一个人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只能理解为 你并没有爱她 或者没有爱情当中 那种激情的那一份 你们虽然三年了 她在学习上是帮助过你 你也在一些日常的家务上 帮助过她 帮她洗衣服 但是你们之间 没有到达情侣的那份激情 没有礼物 可以 但是你有没有体会到 对方在 希望你有礼物的时候 那种感觉 不是礼物的价值本身 而是你的心意 但是你没有 给对方取歪号 这种事情 其实经常出现在情理当中的 但是 你取的歪号是在伤害她的 你是把她的缺点放大 甚至一种取笑 但是她心里会好受吗 所有的一切都表明你根本就不在意她的感受 她想跟你多的互动 想要你的关怀 包括今天种种的撒娇说 别人的男朋友都是在闹关注闹关怀 而你 领会不到 只能说你心里没有她 女孩 我们整个都感受到说 是你在要要要 你太主动了 而且甚至把自己的地位放得太低了 有点祈求这份爱情 但对方没有给你 强扭的瓜不甜 心没有到一起 即使搬到了一起 也是突然 好吗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谢谢曲总 你 pathetic 网子 咱们 水 火 水 水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